大陆龙头台积电今天在新竹执行股东会 现场座无虚席 董事长刘德英确定主持完这次股东会要退休 大批的股东挤爆现场 一段有智慧 世界需要的话 买台积股票 果然是要下班的人 没了偶包还能搞笑 今年70岁的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主持完股东会后就要退休 现在我们的短期目标已经达成了 接近1000块也差一点 那1200我觉得我们优质经营团队 努力一下应该可以达成 微笑接过股东送的毕业礼物 有LED花束还有GoGang Kong的智慧表 真的要鼓励鼓励 因为从刘德英去年12月说要退休 股价已经从585元 供上800多元 飙涨超过四成 刘德英曾说退休后要好好陪伴家人 而据了解刘德英持股市值 也在这半年飙升33亿元 领完超级大包的退休金 接下来就要交棒给魏哲嘉担任董事长 台积电也表示持续在美国日本德国建立制造基地 对未来几年成长深居信心 而刘德英则在全场整整30秒的掌声中风光下台一举功 记者黄志杰留志新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长的名音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atin embrace 等等 作词找参与可能 到我去给只揮电 Jos Courtney和他分acon 不到个oming